现在我们看一下成品的销售 首先点击文件 在文件的下拉联中 你会看到有销售管理 点击销售管理 在旁边的下拉联中 你会看到有货物及服务的销售 点击进入相应的界面 进入相应的界面之后 界面的左上方 你会看到有一个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点击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添加 并进入相应的界面 进入界面以后 我们需要填写一些主要的信息 如主持的名称 合作伙伴 还有相应的合同 等等一些信息 在上部分信息填写好之后 你会看到有一个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点击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进行添加交送的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数量 产品的单位 等等一些信息 在这些信息填写好之后 点击OK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